李宗盛秘书长 亲爱的公友 亲爱的同胞 祝大家劳动节快乐 我非常高兴过了一年了 今天又有机会跟大家再一次欢聚一堂 庆祝2010年的劳动节 去年我们庆祝劳动节的时候 世界经济局势非常不明朗 现在我们可以肯定地说 最坏的时刻已经过去了 各国的经济正在逐渐复苏 当时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 例如刚才林瑞生同志跟大家解释了 希腊的问题 南欧几个国家的问题 英文叫做葡萄牙 意大利 希腊 西班牙 华文叫做蠢猪国 他们的困难变成欧洲整个欧盟的困难 可能会影响世界上其他国家 美国 虽然经济复苏了 但是他们的失业率还很高 所以造成种种的政治压力 保护主义的压力 因此我们还没有到开香槟酒的时刻 不过整体来说 2010年对世界经济来说 应该是个好年头 而对新加坡来说 更应该是一个好年头 我们的经济在第一季度 强烈的回弹 增长13.2% 这个是很久以来 没有见过的数目值 而如果跟去年第四季相比 其实增长是30%多% 这个也是几乎是空前的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雇主不再要求员工减薪 反而已经逐渐恢复 员工原有的工资了 而实际上 许多公司已经开始 面对员工短缺 人手不住的问题 一些业绩好的公司 派发了更多的花红 所以我们去年经验过的 是大落大起的 V字型复苏 我们担心U字型复苏 或者L字型 长期的经济衰退 都没有发生 我们所经验的 比我们所预期的 好得多了 现在经济好转了 新加坡人的情绪 也好起来了 过去几个月 零售月和餐饮业的生意 都有起色 购物中心到处都是人山人海 我们议员 议员们接见民众的时候 向议员要求援助 找工作的人减少了 要求经济援助的人 也没有像以前那么迫切 所以我感觉到 人们对前景更有信心了 当然这个乐观 这个兴奋的感觉 其中一个相当重要的因素 就是我们两个综合度假村 成为 他们两个都刚刚开张营业了 成为热门的话题 他们一开门之后 编辑的水泄不通 IR门厅弱势 对我国经济来说 是一级强行争 他在服务业和旅游业 制造了许多的就业机会 而据报道IR 吸引了大量的游客到新加坡来 从马来西亚的游客 一天就有200多辆巴士车 趁巴士南下 一清早过关卡 进入新加坡 到游到中和度假村 可能一部分人进赌场 花一整天 晚上 趁巴士车 巴士车回家 不在新加坡过夜 可是在新加坡过一个 很愉快的日子 许多新加坡人也急着到IR去参观 先赌为快 所以过了几个IR开门之后 过了几个星期 我也带了我得意去的几个基层领袖朋友 到圣桃沙 名胜世界 逛一逛 走一趟 我们先走环球影城 Universal Studios 参观那边各游乐设施 这是家庭式的度假圣地 多数游人是举家出游 大人和小孩子一样兴高采烈 排队坐过山车 去坐喷水池里面的一些小船 各种各样的电影剧的场所 我不要讲太多 因为可能泄露秘密了 可是总之是好东西 当然看了Universal Studios 之后我们也没有错过赌场 所以我们各购买了100元的入门票 没办法新加坡人是这样的 到里面兜了一圈 其实兜了两三圈 因为楼下也有 楼上也有 而第三层更是高档次的 一赌就是几千块钱 我们没有输钱 但是理由是 我们没有赌钱 但是我们出来还是感到相当兴奋 而令我们最心慧的是 多数游客到IR都感觉到十分满意 觉得值回票价 许多人也因为新加坡增添了新的景点而觉得高兴 这不但为经济带来新的动力 也使我们的城市更比以前多姿多彩 这是我所说的是圣逃杀 民生事件 但是滨海湾金沙的会议设施 几天前也启用了 储藏会议 将在明天举行 那是一项律师的机会 而我了解 李资政也将到场参与其胜 对我国的经济能够迅速回弹 有几个重要的原因 首先当然是我们采取了果断的应变措施 果断而有效的应变措施 应付了危机 但是另外一个理由是 我们促进经济的长远措施 也发生效用了 这两个IR 是我们五年前经过慎重考虑之后 所做的谨慎的决定 当时我们觉得 长期新加坡需要这两个IR 当时我们不知道 五年后会遇到经济衰退 会遇到金融危机 但是因为我们有这个长远的短算 所以当国际经济下滑 我国经济下滑的时候 这两个IR给我们起了缓冲的作用 因为它带来许许多多的就业机会 所以能够给予应变 同时能够有长远的打算 一样重要 但是更重要的是 我们劳资正三方面的良好的合作关系 使我们能够落实我们的计划 使我们能够实现我们的愿景 使我们能够具体的解决问题 过去几十年来 这种合作关系是我们关键的 可持续的竞争优势 使新加坡一再创新高 并且一再安然地度过各种各样的危机 现在经济复苏了 我们不应该就这样松一口气 我们应该做长久之计 不断开拓新的发展领域 吸引全新的投资 为经济注入新的活力 不断向前看 往前进 而我们应该保持劳资正三方 互相信任 互相扶持的关系 能够做到这一点的话 下一次我们遇到风暴的时候 我们才能再次果断地应付危机 化险为夷 在我看来 一个理想的局面是三方面 工友们愿意承担新的工作 接受有伸缩性的工作安排 因为他们知道雇主愿意跟他们分享成果 雇主管理层主动地跟工友和工会分享信息 讨论管理策略 因为他们有信心 工会和工友会考虑到会照顾到公司的利益 而工会领袖继续跟雇主配合 以提高生产力 而不是采取对抗似的态度 和抗拒改变 如果我们能够做到这三点的话 从整体社会来说 工会 工友和雇主 当然必须跟政府合作 以各项有利 经济发展的计划 从目前各种迹象来看 新加坡的状况是十分良好的 我们应该趁势而起 加快发展的步伐 特别是加速经济的改革和提升 我们经济固然好 不过亚洲国家发展迅速 正在迎头赶散 我们不能够掉以轻心 在下一个发展阶段 我们应该集中提高生产力 工人应该不断提高技能 掌握新技能 而我国企业应该改进营销水平 不断革新 以提供更高档次的产品 同时取得更高的工作效率 低薪工人要提高收入 最好的办法也是 同一个药方提高生产力 现代科技日新月异 这对没有一级之长的人非常不便利 如果工友不设法掌握新的技能和技术的话 固然新加坡经济能够向前走 他们本身要改善生活 也会觉得困难 因此当务之急是增强工友的谋生技能 使他们能够大人更复杂 待遇更高的工作 这个刚才瑞胜同志讲了很多 并且很形象化 大家都非常了解 所以我不需要讲了很多 但是这个是大原则 是我们五年十年不会改变的 必须坚持的重要原则 当然我们看五年十年的时候 看五年十年后的事情的同时 我们也必须考虑今年的情况 今年的打算 在一季度经济增长率公布之后 13%惊人的成绩 林瑞森秘书长建议了 上调工基金缴交率 我很高兴许多雇主都做出积极的反应 因为他们了解工友去年做出的牺牲 现在经济好转了 公司应该分享一些成果给工友 而这也是我们增强互信的一个好机会 不过雇主们也提醒我们 正确的提醒我们 我们应该谨慎处理这项调整 以免损坏国际竞争力 政府已经考虑了这个问题 已经做了决定 稍后英语演讲中 我将具体说明政府的决定 当然应该是不坏的消息 但是要提醒一点 希望工会跟公司谈判 薪金协定的时候 会把调整后的公积金算在里面 因为公积金实际就是 公有收入的一部分 而也是公司成本的一部分 所以我们不能够加了再加 而应该全盘打算 把整个数目字做一个整体的考虑 我们已经成功地走出经济困境了 这场危机对新加坡 虽然是很好的磨练 加强了我们应变的能力 我希望大家能够从这场经济风暴 吸取教训和经验 使我们更有信心应付未来的危机 让我们继续努力 与加强劳资政的合作关系 并且为国家长久的繁荣 打好基础 我相信 我们能够克服各种挑战 为新加坡人带来更好的 更有意义的将来 谢谢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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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各位